你下来了 好啊 我下来了 你下来了 我告诉你 我已经下来了 大老虎来了 我现在上来了 大公 李莫 老公 李莫 李莫 你别吓我 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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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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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过了 过了 祝你生日快乐 亲爱的 生日快乐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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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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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 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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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婆 你别误会 老婆 你别误会 你替我给你解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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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我给你解释 老婆 老婆 你真是太牛了 我对你佩服真是无体投地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找人找哪儿去了 电话里解释不清楚 你快过来吧 有好戏看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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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不是在医院看护病人吗 他就是你的病人 他就是我一个普通的朋友 这些天 他失恋了 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我怕你多心疏愈 我才发微信跟你说这个事的 那我是白痴吗 老婆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跟你发誓 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啊 什么都没发生啊 什么都没发生啊 那是我换了你们的好事了 老婆 你别这么说呀 一直就是他 是不是 是 雨沫 之前在电话里怎么说好的 你跟我保证 在我回国之前 一定把皮肤擦干净了 我也答应你 只要你真的做到了 我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久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是不是 是 我承认 是因为我工作的力量 导致我们两地分居 所以我尽量地理解你 背着我做的那些事情 都是你的一时冲动 我特地跟总部 申请把我调回国 就是为了缓和我们俩这间的感情 为了这个家 我尽量做到了最大程度上的 忍让和努力 而你呢 知道我回来了 还在这里跟我撒谎 还在这里跟别的女人勾三打四 老婆 对不起 老婆 放开我 我要跟你离婚 老婆 你不能跟我离婚啊 我离不开你 你当然离不开我 你看我 谁养你呢 我求求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放开你的脏手 老婆 老婆 绿梦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什么时候跟她离婚 我这不是在寻找机会的 你别装自己的 你不是说你跟她 早就没有感情了吗 那你还在等什么 我先送你回家 坐 坐在心虚了 合法了不就不用害怕了 我不管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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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房间说 回房间说 回房间说 走走走走 你到底怎么完事 大哥 全被瘦中了 健身内生如稀啊 我 我再干一个啊 来 等会儿 小婉 你很年轻 我希望你对婚姻能够严肃一点 你能不能对我女儿一辈子好 这个问题你想清楚了没有 如果做不到 这杯酒可不那么容易喝 那还是酒没喝到位 我连个按三个 行不行 行不行 一个 这孩子没听明白 她没懂我话的意思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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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了 我奶奶说话 不与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那就是耍头毛 我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来谈婚论嫁来了 您不让我谈 那您是让我跟你女儿耍头毛呢 是吗 三国长 你怎么说话呢 你的家长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就是这么教育你跟长辈说话的吗 在我们家啊 真理最大 叔叔 我只知道我为了这次拜见你 我提前一个月做足了准备 您呢 姗姗来迟 毫无待可知道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俩到底是谁对待 威威儿的婚姻大事不严肃了 我问 威威每个月哪号来立价 您还记得吗 威威长期低头玩手机 有严重的颈椎病 您知道吗 威威最爱吃披萨 最喜欢吃的甜食是提拉米苏 您知道吗 是您爱威威更多一点 还是我爱威威更多一点 是您这个父亲爱女儿更多一点 还是爱那楼上那个什么什么 下不出蛋来的那个母鸡多一点 不管您承不承认 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您未来的姑爷儿 许威的丈夫 因为我有信心承诺许威一辈子 这就是真理 我干了您随意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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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告诉你我的真理 你想娶我的女儿许威 我不同意 别动手 姐 姐夫 老婆 老婆 咱们先回家 有话好好说 我跟你没话说 李莫 我告诉你 我必须跟你离婚 老婆 老婆 姐夫怎么回事了这是 爸 爸 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跟你发誓 我从现在开始 就跟这个女的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了 你先回去吧 爸 你已经明白我的话呀 走 姐夫 姐夫 我 我是你妹夫 王闯 威威说了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和威威以后一定 像你和大姐一样 做一个恩爱夫妻 来 行 喝多了 喝两杯 我把你向你取取经 不是 今天你 走走走 快来 我想你去取经 来来来 去去去 喝两杯 喝两杯 我滚 美国女哥 这也太奇葩了 白天的时候 我还挺羡慕他的呢 想着以后也要成为 像他这样的独立女性 转眼这就打了脸 你说他跟他老公回去 该怎么闹 就打住吧 小雷 你这颗八卦的心 什么时候能改一下啊 大壮 这期内容没多大问题 时长合适吗 时长还差八分钟 片尾加点录制花絮 就差不多了 大哥 这个 网站跟咱们要网 网络点击率 这么灌水能成吗 我差点忘了 我一哥们儿的节目 今晚录通宵 我得过去帮忙去 这期节目没大问题 你就看着办吧 电门不用给我看了 直接发网站就行了 我先走了啊 大哥 我真没想到这个李莫 是这样的人 解亏你还对他那么好 当时炒股失败了 要不是你替他还钱 他早跳楼了他 他什么人啊 你太不值得了 除了这样的事情 生气归生气 朕说到离婚上呢 决定不能做他太扫转 你在国外 他在国内 难免他会做出点琐事 爸 你啥意思啊 两题分剧 就能成为出轨的理由了 是吗 我 我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让你姐姐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给过他机会 他自己没有珍惜 你 你 你是 你是早发现我 半年前就发现了 我以为 他会悬崖勒马 我就原谅他 我这次回国 也是为了挽回我们俩的婚姻 但是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累了 我累了 马 男人辛苦了 喂 小玩 达哥 咱们最新一期末期 奇谈刚上线 点击率就突破了三百万 各大网站都卖疯了 现在还在时间上升 网站那边都满一集了 三百万 你干吗呀 我这种吃饭呢 你又想我了 赶紧上网看看 出大事了 不是 你什么事这么紧张 看最新一期的末期其谈 看网友的评论 行行 我知道了 我赶紧看 我去 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的老公 也是够了 这女的也真够傻的 她在节目里大秀自己男主 妹女主卖的幸福生活 后来起火了都不知道 我怎么都没办 这事发生了不是真的吧 怎么能把这种视频放到节目里 谁让你这么干的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了 不是 你跟我说 让我自己开始办了吗 那你也得跟我商量一下 这叫侵犯别人隐私知道吗 我本来是按照你的意愿做的 上传到网站 但是人家说内容不充实 不让播 然后时间实在太紧了 我必须在两个小时之内 重新剪辑好 你当时在演播室 又不能联系你 我就想手里正常有这个视频 之所以就 达哥 你也不能 这个完全怪大壮吧 他也是为了咱们这个节目好啊 再说了 这节目不是火的吗 节目火了 人怎么办 李达 李达在不在 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许致的父亲 我叫徐北洋 您先休息一下 我马上去通知我们领导 徐先生 您的心情我理解 理解什么呀 我来是找你们要一个说法的 是您女婿对不起您女儿 您不找她 您反而找我 您这 我不找你找谁啊 视频是不是你们栏目给放在网上去的 这叫侵权行为 你们侵犯了我女儿的隐私 我正式通知你们 马上把这视频从网上给我撤回来 不然我去法院告你们 大叔 你可千万别开这种玩笑 这是拍摄合同 许致签了名字的 签了拍摄合同 就要服从并配合节目组的一切安排 您自己看 你看这口筒啊 后面是 许致 你女儿自己接上去 自愿的 没人逼她 拍摄机 您看看 所以啊 您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 您还是回家解决问题去吧 小文 这儿 送客 送什么客 送你 你打人呢 你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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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人 我给你打人 我给你打人 轻点 护士阿姨 你 您能给我包得好看一点吗 嫌难看 您看啊 好歹我也算公众人物 您给我包成这样 你说我 怎么在场上里混呢 那就别出门了 你管谁叫阿姨 阿姨 有那么难看吗 这帽子就请我带我 来 你怎么跟这儿来了 我看你死没死啊 你 爸 爸 你伤哪儿了 没事吧 我没事 伤的人在这儿呢 你打人啊 我要打他他还能站这儿跟我废话 你打人你还有理呢 我打你了吗 你自己摔的 你要不追着我打 我能摔吗 你怎么不说 我为什么追着你打呀 干了缺德事的报应 我跟你说啊 你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打110 报警 你问银子去 达哥 我让你打你就打 现在就打 晚一秒 就别在我这儿上班了 不用你们打 我来打 我顺便咨询一下我的律师 被人家侵犯隐私权了 该怎么办 我怎么侵犯你隐私权了 我的视频是你们偷拍的 我是跟你们签了拍摄协议 但是里边并没有说 可以把我的隐私 放在你们的节目里这一条吧 给律师打电话 跟他打官司 大哥 这事本来就是咱们侵权 咱们根本不占理 这要警察来了 肯定不行 咱俩还是跟许小姐和解吧 喂 江律师 我是许致 有个事我想 许小姐 等一下 等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 我能跟你谈谈吗 江律师 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 嗯 不要 不用客气